每样东西都有着被创造与被发现的旅程 你拿的筷子是长的还是短的 是圆的还是扁的 你知道吗 其实中国、日本、韩国的筷子 不论是材质还是外形都各具特色 我是云朵杨妹 就让翻译举肉为您带来筷子的故事 中国、韩国的筷子 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筷子 除了长度、宽度不相同 就连制作的材质也很不一样 接下来我将分别叙述三双筷子的特色 请你配对一下 它们分别是来自哪个国家 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呢 第一双筷子很短 木头材质 特色是筷子的头有尖又细 第二双筷子 一般长度 通常是木头做的 也常见到塑胶模仿象牙的 第三双筷子的特色是 又扁又平又重 一般是金属不锈钢做的 想好了吗 接下来就为大家揭开答案 第一双又短又尖的是日本筷子 日本和中国虽然都是用木头筷子 不过日本人在吃饭的时候 食物都是按照一人份的份量分好的 并且事先将个人份的饭菜 全部都放在同一个托盘上面 每一个人都是吃自己面前的一份饭菜 也就是说日本人距离食物比较近 因此筷子自然就比较短 还有啊 日本人常吃鱼 为了方便剔除鱼刺 筷子头就需要又尖又细 第二双一般长度的木筷子 就是中国筷子 中国人通常都是 很多人围着桌子吃饭 筷子太短 就夹不到远处的菜了 更别说还有帮别人夹菜的习惯 而至于中国人之所以爱用木头筷子 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有些中国菜实在是太油腻了 木头筷子夹菜比较方便 尤其是那种小餐馆 里外表没有上有机的圆木筷子 是最好用的 至于第三双又扁又平又重的 当然就是韩国人习惯用的金属筷子了 你答对了吗 不过真的是很有趣 中国发明的筷子 怎么到了日本 长度就被缩短了 到了韩国才只有变成不锈钢呢 另外在筷子的使用上面 这三个国家还有哪些讲究 甚至是禁忌呢 这就要从筷子的起源说起了 相传大雨制水的那个大雨 抹刺恶的头昏眼黄 情急之下顺手扯了两根树枝 直接从滚烫的锅里 绕出食物来冲击 于是它就成为了全世界 第一个用筷子的人 于是最原始的筷子形态 就是两根木头或是竹子制作而成的圆柱形棍子 到了明朝随着郑和夏夕阳带来的贸易活动 很多外来的食材 大大丰富了原本中国的菜系和菜色 筷子的形态也随之改变 现在我们常用的天元地方的经典的中式筷子 就是在明代改良买的 圆形的筷子本体握起来舒服 方形的尾部设计又可以防止滑动 同时也方便工匠在上面刻字作画 进一步将筷子提升到了艺术品的层次 目前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中式筷子 在长度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大多是24公分左右 在中日韩三种筷子中算是最长的 筷子除了是一种餐具之外 也成为了文化和礼仪的象征 你知道在中国使用筷子有哪些禁忌吗 像是机会使用筷子敲碗 免得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乞丐的药饭 像是机会把筷子直直地插入饭菜当中 免得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死人 像是机会家里的筷子有长有短 免得让自己与家人有个三长两短 接下来说说日本筷子的演变 将筷子从中国的隧唐时期引进日本的 是号称由观世音菩萨转世投胎的圣德太子 为了以中国的礼仪对待中国的使节团 在日本的宫廷宴会中 也会准备筷子放遍中国使节 后来因为日本人仰慕唐朝的文化 于是筷子很快地在日本普及起来 不过理多人不怪的日本 连筷子也区分使用者 有儿童专用的 有成人专用的 还有客人专用的 甚至还区分男女 男性用的筷子比较粗比较长 反差就是女性用的筷子显得比较秀气比较文雅 而这还不够呢 日本人后来干脆把八月四日定为筷子节 为什么会定在八月四日呢 原来是因为日文的数字八 和数字四 和日文筷子的发音相同 每年的筷子节 日本的妈妈们都会采买新的筷子 焚烧旧的筷子 日本也是提倡正确使用筷子方法的国家 根据日本的研究显示 经常使用筷子吃饭 不但可以喂饱自己 还可以锻炼身体 预防老年痴呆 这么神奇的功能 不知道当初发明筷子的大鱼 有没有发现 而在日本使用筷子 也是有许多禁忌的 前面说到 日本人将筷子做得又尖又细 因此不自觉地用筷子剃牙 或是用筷子指着别人 都属于危险动作 最后来说说韩国的筷子 典型的韩国筷子 是扁平形状的不锈钢 不但重 更有着全世界最难用的餐具的称号 韩国筷子为什么这么奇葩呢 听说是为了避免原型的筷子 在使用托盘送餐的时候 容易滚动掉在半路 最后干脆就把筷子的形状改成扁的 好吧 那韩国人为什么要使用金属来制作筷子呢 传说是为了检验饭菜是否有毒 有钱的韩国古代人家会使用银筷子 去检查泡菜缸子是否被下毒 也许从此让韩国人留下了银白色筷子 代表身份地位的印象 因此1950年以后 价格低廉 但外观极可乱真的不锈钢筷子 快速地在韩国普及起来 另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是 清洗方便 食物味道不会残留 否则 以韩国的饮食习惯 募筷子没几天 就会整根都是泡菜味 直接可以拿筷子下饭了 当初饿得发慌了大雨 一定没有想到 他当时为了避免烫手 而随意扯下了两根棍子 在几千年之后 竟然会成为人类一生的陪伴 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会喜欢 我是运度杨妹 听说你很棒 是一个有趣有料有意义的有声杂志 为您不定期地分享我们的心得 发现与故事 下期更精彩